新年好 心情好 人人起幻想 大家好 我是文字彬彬博学多彩的文学光 大家好 我是五百五博米的球智轩 那我文学光在十年就祝福大家 十年行大运 那我当然不用说了 在新的一年里面 当然就希望大家都有博比 平安又健康 其实在新年期间也是有很多的民俗文化 就比如说接财神 而且一定有朗塞的武师 还有就是大家都很关注的 抢头炷香 还有就是年年都有的犯太岁 干嘛 对耶 我今年犯太岁 不要抢了 不要抢了 我去吃开 快点去吃 我要去吃 我要去抢头炷香 你没有听过的人就是要去抢头炷香 你没有听过这个 就是抢头炷香 就是一到比如说今年的十年的初一 我就是在那间庙里面 我是第一个插香的人 抢头炷香 你没有听过这个 没有听过这个 没有听过这个 通常都会听人家讲说 在初一的早上 一过十二点的时候 一定要去抢头炷香 抢头炷香 对 但是我们没有 你们没有 对哦 有咯 有咯 他们过了十二点就去抢了咯 那又去抢了咯 没有 抢过咯 你有没有听过 每次人家讲 在初一的凌晨的时候 要抢头炷香 这些东西 是的 是的 你相信咯 没有啊 抢头炷香就有很很 大客户啊 什么东西 不是这样啦 不许是天生的啦 天生的啦 从小到大啊 我都一直有听到 上头炷香的这个习俗 到底头炷香 真正的意思又是什么呢 为什么啊 在每年的农历初一凌晨啊 人家愿意 争先恐后 去抢这个头炷香呢 师傅 你好 你为我解说一下 什么是头炷香 头炷香呢 我们在通常的寺庙里 就是说指食大众的师父 跟信众呢 就是说跟董事啦 师众弟子 叫福前 送金 然后呢 就走到三门 这个排班 指食十一点 就是迎春 这个迎春呢 这个意思是说 借湖 借湖就是说 过去的叫五谷登峰 五谷登峰 就是说 就是每年借湖 借湖进来 护法隆天 引进这个村 到庙里 给信众来拜 然后他们呢 之后呢 就来上头炷香 就是说 迎酒 护法隆天 给国太平安 烹调与顺 这些种种 信众所求的 那这个 头炷香的这个习俗 肯定就是从中国传过来的 那是什么时候中国会有这个习俗 是道教的 还是佛教开始的 这个 在传统来讲 就是说 这个五四道 现在就一样了 在最早的时候 这个佛教传入中国是2500 一年的一个习俗 就是说这个 这个胡椒的时候 这个胡椒没到中国 我们中国传统 已经有5000多年了 都有这样的习俗 历来文化 都挪下 之前都有这样的 从到这个 就是说到道教里 或者到其他的神庙 拜一拜 起个平安 后来慢慢认识 这个从印度 胡椒 传入中国之后 也是有这样的 就容纳这个文化 必须要容纳这个 胡椒跟这个道教 容纳在一起 有这种信仰 那在以前的时候 就是有没有说 这个上投注箱 一定是官人上的 还是怎么样 还是平民百姓 也是可以上这个投注箱 都可以 都可以 胡椒 胡椒 平等 没有说 你上投注的功德 它都是一样的 就是说比尊重 它是说 他官府尊重 一个上 一个强后系 都是一样的 比如好像我们说 领导啦 或者什么样的 尊敬一个人 都是一样的 比如说我要抢第一 不用了 就是新陈自然有 新陈自然有 因为在马来西亚 就是 有很多地方呢 人家都懂 这个投注箱 是什么意思 可是 我有听到的是 像你所说的 就很多人已经是 开始模糊了 那上投注箱 就好像是在 农历新年的凌晨 他们就会想说 真先恐慌去 抢那个投注箱 好像是 只有一个投注箱吗 一年里面 就是说 意思是说 新年一年第一天来庙 上都是算投注箱 不说那个时候 上也是 都是一样的 意思是说 你的投注箱 真正的意思是 本身的 这个 新的一年的 原来庙里上香 只要你是在 农历新年的 就是 凌晨来上香 你的香就是算投注箱 你的就是那一年的 投注箱 对 原来如此 所以不是说 你真先恐慌去抢 那个炉的投注箱 就是投注箱 都是一样的 不管你十二点去上那个箱 或者是六点早晨去上那个箱 只要是你那一年的 第一注箱就是投注箱 对 大家都知道 抹拜神明时 穿着都必须衣冠端正 像投注箱的时候也一样 除了外表整齐 最重要的是内心的虔诚 奉上贡品 誠心上香 发出这能量后 好事自然就会来 清香对于我们华人来说 是一种祭拜神灵的物品 可是对外国人来说 它的香味可以用来凝神 那到底清香的做法 又是怎么样去做的呢 在我身边 就是做 你做了多久的这个清香啊 那个清香 说历史来讲 是大大少小 有六十年的历史 六十年的历史 在我身边就是 李安哥 李安哥做了这个清香 做了六十年 你从以前开始做这个清香到现在 你都是 一直用传统的方式去做 以前啊 本来是没有了 以前是打工罢了 后来 后来自己来转动 自己才来 才来 开设一点点 自己用传统的工作来制造的 这样你对这个香的了解那么久了 那到现在啊 就看到有一些外国人 尤其就是这种西洋人啊 他们很喜欢用这种清香放在家里面 就是 它的香味可以让他们凝身 那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习惯吗 你懂吗 两千年以前 我就认了 这个清香对外国人有作用了 那么我就顺便我自己做一些 做一些外国人所需要的东西了 那么本地人也要用的 因为我这个香啊 人家称过是手工香啊 我是没有产生料啊 全部是由这个树啊 树的粉来制造的 那你这边的香啊 我看到啊就是 它的那个尺寸啊 有大大小小的 那后面这个 可以拿来看啊 大家看一看 这个 这个全部是100%的 它的谈香粉啊 是由澳洲运来的 以前有用一点印度的 印度很好啦 以前啊 他们用这个香粉啊 也是来精神的 也是精神的 对 印度的价钱很高 这个也是新款的东西了 哦 这个更短 更短 这个也要写字下去 做一点 好像专饰这样 专饰品啊 那我外国人他们买去做 好像放在桌子上啊 什么啊 做一点 做一点纪念这样 那我可以看到就是你这个啊 这个比较新款的嘛 你说 新款 你这个 还要写字之外呢 它下面这个你自己包的哦 用手字慢慢长哦 哇好长时间哦 这个很容易 这个我们惯得很容易 一天晚上我们上班的时候 晚上我们一两百次啊 平平常常 一个晚上就可以一两百次 这个传统的一种 击败神灵的物品啊 到现在落在Uncle的手中之后呢 已经变成一种艺术品 啊 艺术品 对 这些清香呢很不一样耶 哦 它的那个场馆啊 真的是有 比较特别一点哦 好香哦 这个是六寸餐 这个是六寸餐 以前啊我也做四寸餐 我也能够做过 我这个 我这个香是每次每次来做的 一只一只用手梦了 弄走 一只一只来弄的 不过一天不能弄很多啦 一两百次这样的 安格里说 手工香的材料其实很简单 只需要檀香粉和素粉就可以啦 别以为一般的檀香粉就可以做得到 安格里说 要用澳洲进口的比较好 因为澳洲檀香的质感 与本地Pokotia磨成的粉末 摻杂才能做出优质的手工香 安格这个现在你已经摻了这个粉 摻了 我要摻水咯 摻水 拿去摻水咯 所以摻了两种粉跟摻水 就是这样简单的 我这个是简单的 所以你这样一盆这样子 你可以做几只 六寸的那个 六寸的差不多是 有可能 是可能 两百只这样 两百只啦 好 好 现在就是要加水啦 这种感觉呢 就好像很小的时候 Ginaki 还是 玩那种 黏土 玩黏土 那种感觉 玩黏沙 那种感觉 你这样捞的时候 我就可以闻到那种 那种 檀香的味道 很香耶 把两种粉末倒入桶里 加水 以搓揉的方式 边加水边搓 粉末促进变成深褐色团后 再以搓面粉膏的方式 用力摔打粉团数次 就可以抹上小木棍啦 别以为小小的木枝 就可以快速的抹完 抹上粉团的功夫 一点也不简单喔 那感觉就很像做点心的感觉 这样 一直在转啦 这个时候要 两个手要活动 嗯 所以右手就一直在转那个G 好好好 这样 转动 这样 看起来好像很容易啦 哈哈哈哈 那我试试看 我做胖一点的 哈哈 这样丢一下 我做来卖的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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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十寸的吗 十寸啦 最后呢 尾端呢 它尾端拿起来 你看 用手这样 一直这样 看着安格利 把一支支的木棍抹上粉团 身为旁观者的我们 或许认为这座手工箱 并不是很困难 其实并不然 安格利利利落的抹工 让我感受到过去六十年的耕耘 与坚持的信念换来了一双巧手之鱼 每一根手工箱所逆偿的 就是安格利利的汗水与心血啦 那安格呢 现在啊 就是要写字 写这个对联在这个箱上面 脸 滚 右上手 平 何家平安 包食如意啊 纨尹我可以试试看鞋子吗 试试看 最主要手要稳 是有一点丑啦 不过大家看到是明知故闻 对不对 明知故闻 对 Uncle 我送给你 这是我们节目的明知 明知故闻 谢谢 它传统起来 它有一点点的艺术在 然后我就觉得 如果我是外国人的话 我会来这边拿 我就买了过后 我就可以摆在家中 这个就是一个 我来过槟城的纪念品 手工清香 我想问你 你懂不懂这么新年的时候 要有武师 武爽罢了 武爽罢了 我以前小也是50到10多岁 才毕业了 真的啊 为什么你以前会玩武师的 我很小就喜欢了 以前那里有laptop 什么东西玩的 哈哈哈哈 基本上是我们的 中国文化 嗯 你懂不懂哦 那个武师的由来是怎样的 那个故事 我也不懂啊 这个 你没有听过年的故事咧 年的故事 有哦 他们给他吃年糕就没有来 不是啊 哈哈哈哈 我们华人呢一上来呢都很喜欢很吉利的东西啦 红色啦 然后觉得在大日子的时候呢 应该是要热热闹闹的 那当然在新年这么重要的日子 有一样东西呢是一定不可以缺少的哦 那就是 武师啦 相信呢现在有很多朋友呢都只是觉得说 在大日子的时候啊或者是加油喜事的时候 才应该请这个武师来热闹一下 助阵一下 可是却不知道呢这个武师背后的故事是什么 然后武师当中又有什么样的意义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到了这个SERENDER的邓家班啦 由他们来告诉我们呢武师当中的奥秘哦 然后他背后的精彩故事又是什么呢 马上去找他们咯 邓家班有请 邓师傅你好 好 大家好 那其实呢我们都知道新年一定离不开武师的 一定要由他们来助阵 可是是什么原因一定要离武师 这个原因呢 以前在很久的民间里面是 好像是唐朝那时候啦 那武师是联兽来的 就是那个西部人民的那个怪兽 是啦 是啦怪兽 他每一年年初遇他出来在民间就捣乱了 他们就捣乱 不会吃人的 就捣乱 捣乱 民间中的东西就破坏 晚了一天他就回去 回去本来民间的人就啪啦看到他 不敢出来 但命令的离 他们该把头了 要么人家里走 走到锣鼓 人家里走到炮匠 他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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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直到如今我们依然 还可以听到很多关于武师的神话 例如说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呢 山中呢就出现了一头狮子 它呢会吃掉村庄里的村民 那村民们呢为了要应付它 就学会了这个武功 最后呢把狮子打死了 那事后呢村民们在讲述故事的时候呢 也模仿这个狮子的形态 所以呢就这样变成了武师了 也有一个神话版的啊就说 是如来佛把狮子引走了 所以呢南狮中呢就有一个大头佛 引领着这个武师了 还有一个呢是我们比较常听见的年兽 它呢是以敲锣打鼓放鞭炮的方式呢 驱赶了年兽 所以也化成现在的武师了 那武师是否只有一种呢 还是它有很多不同的分量 好像在南方里面呢 这种词叫南方里面 广东里面的人舞的 广东里面有很多家 有学生啊 广东里面有黑家人的 有那些麒麟啊 皮丘啊 福建人有福建师 那些不同的 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福建人啊 福建人是什么不同 他在那里乔真男武师 福建人就在福建那里 那些叫福建师来的 但是圆圆的 硬粒粗粗的 这些是这样的 是否像一个板那样 那些 那些像烧鸡那样 是做的 皮丘啊 麒麟啊 麒麟啊 麒麟是另一种瘦来的 麒麟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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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华南南洋还有海外 所以我们常常听见的武师呢 其实都是属于男师的一种啦 先说说北师吧 北师呢 它其实是由身穿传统服装的人带领着 那手呢 就会拿绑有这个彩带的丝绸 造型呢 跟真的狮子一样耶 而狮子呢 就是有玻璃纤维啊 还有木头制造的 狮身披毛成黄金色 橙色还有红色 还没有武呢 就已经看起来啊 很微妙微笑的狮子了耶 那一般上呢 两个人捂一头狮子 但是如果是小北师的话呢 只需要一个人舞动就可以了 男师内 他呢被称为是醒狮 他的造型呢 会比较威猛一点 那舞动的时候呢 会比较注重这个工架 主要呢 就是要靠舞者的动作呢 表现出狮子的神态 一般上呢 只会有两个人捂一头狮子的 那男师狮头呢 以细曲面补作剑 色彩鲜艳 制造眼周眼帘 嘴和耳朵呢 都是可以动的哦 有两个人捂一头狮子的 一头狮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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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舞狮子 我们有看到很多种 就是不同的颜色 其实有没有分别的呢 本来是有分别的 以前呢 以前呢 等人来搞舞师 有分种三种 叫刘关张照 有什么分别呢 不同的地方 刘关张照叫刘鼻 刘鼻 刘鼻 刘鼻是黑的 鸭 刘鼻是… 皇帝是穿那些龙袍 是七彩的 刘鼻是红绵 红衫 红皮 但是后期呢 现在景导有金丝 红毛 什么毛都有 那些已经是年代 二零一几年的 变成五眼六色 好看 有磨叮点 有磨叮点 没什么意思的 没什么意思的 整个意思是三 四星第一 四星第一 有方法没有的 传统上的南施石头呢 在造型上呢 有刘备施 关羽施 张飞施之分 三种石头呢 不只是在颜色上 还有装饰上不同 它的舞法呢 其实也根据 三位古人的性格呢 而已的 那之前的舞师 和现在 现在那些舞师 有什么不同呢 以前学舞师 有时候要懂得打功夫 可以有这样的力气 现在不用了 现在年轻人喜欢舞 就不用学功夫 学一些马步 学一些步法 比如我做一个动作 你可以学到 一下看到 应该很快 学鼓呢 鼓又没办法 因为是一种音乐 如果你没有感觉 你的手腕 打不到音乐 就变得难教些 那除了听音乐 和动作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条件呢 高度有没有分别呢 有 好像有 因为现在学那些 可以称高的 彈来彈去的 那些 尸尾有力 尸头 是吗 尸尾没有力 如何称尸头 那也是 新人来学舞师的时候 他们不能选 我学哪个 还是站在哪里 都是由师傅去看 不能选 他喜欢学舞师 走过来问你 我学舞师 学生的尸头 我看到你 都是可以教 首先教 教了他们的马步 教了马步 教他们怎么 动尸头 基本上 学习几个 教的形态 因为我们的尸 教出来 马尼根的古典 配了 已经配了 其他形态 怎么慢慢教 就是这样 在五步方面 北施就会比较灵活 他主要是以 铺 跌 翻 滚 跳跃 擦羊等动作为主 那一般上 是以雌熊成对出现的 师头上 就会有红结为雄师 有绿结的就是雌性 有时候 一对北施 会配对一对小北施 小施戏弄大施 大施弄而为乐 竟显天伦的 配乐方面 就有 筋搏 筋锣 筋骨为主的 如果 你看我们是这样浪的 我的天啊 这个北施头真的很重 师傅说 这个北施头 是比南施来得重的 而且我觉得这个套 一套在头上的时候 其实什么都看不见 所以很凭着那种旋律 然后你的动作要大一点 外面的观众才会看得到 你到底在做什么 好不简单 而南施方面呢 舞动啊 花样特别多 有起势 常态 奋起 宜静 抓养 领保 施力 金月 审视 酣睡 初动 等等等等 哇 舞者透过成功啊 配合师头动作 把各种造型抽象的表现出来 所以说啊 南施讲究的是扎扎实实的 下盘功夫 还有熟练的配合哦 哇 今天呢来看了这个舞师之后呢 真的让我学了很多东西 因为小时候啊 就觉得说舞师呢是很威武 很凶猛的 然后一靠近呢就觉得好害怕好害怕 可是今天呢来到了邓家班呢 哇 真的看到了很多背后的学问 因为呢他们还有这个北施还有男施之分 那我本身就认为呢 北施呢好像我一样的感觉耶 就是因为一直蹦蹦跳啊 然后整个表演呢都是从头跳到尾的 非常的可爱非常的灵活 那男施方面呢 其实当然就是比较威武 比较稳重的啦 不过怎么说呢 这个男施还有北施呢 其实他的动作啊还有表演呢 都是有一定的这个难度哦 那我在这里呢 当然就是要借此机会 感谢所有舞师舞龙的朋友啦 因为有你们呢 才能让我们这个华人传统啊 继续的延续下去 辛苦你们咯 大家对这首曲子不陌生对不对 尤其是在新年的时候啊 华人很喜欢祝福倾盆汽油呢 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之外啊 恭喜发财这句话呢 肯定少不了的 因为华人相信啊 只要得到财生业的眷顾呢 生活才可以平稳 更可以财源广进 你没有借财生过年的时候 没有的 我 没有的 我借财生 你们不是有听过那个 银财生 借财生 我是带什么的 我不会借什么借的 我借的好 没有我借的不好一场 哦 借的不好 你不是借到财生啊 好了啦 借到送送的 没有借财生 你做生意的吧 很少 很少借财生 有时借不到 借错的地方就不好 哦 借错如果借不到财生 会借到什么 我借到无鬼啊 借到无鬼啊 哦你也知道这个啊 有没有 揭财生 我没有 你没有揭财生啊 你做生意的呢 怎么没有揭财生 我不会 你不会揭财生 就是讲直接的 这个 因为我 我最拍的 最大一个就是 部大会啦 可能我长辈了 长辈会啦 今天呢 当博士 遇到博士的时候啊 就不得了啦 我们就有很多东西好聊啦 在我身边呢 就是颜博士 那颜博士啊 现在我们要更了解这个 揭财生的这个仪式 那其实揭财生在马来西亚有多少年的历史啊 我看至少有三四十年的历史吧 三四十年的历史 三四十年的历史 三四十年 我的意思是说 它比较高调的话 大概三四十年来 会弄得比较高调一些 哦那意思是说 三四十年以前 是在马来西亚还是有一些华人 还是有着揭财生的仪式 应该有的 但是应该是一些比较个别的 一个别的情况 要再追溯到回 就是中国的时候 那中国的时候的那个接财神的趋势又是这样子 如果是我的话 我把财神分为两个大类 一种是道教的财神 一种是民间信仰的财神 如果是道教的财神的话 道教有一个正财神 就是道教徒信仰的一个财神 它的名字叫赵公明 赵公明 那么相传啊 这个正月初五 每一年的正月初五是 赵公明的这个生日 财神的生日 所以人们都会到财神庙去拜赵公明 祈求一年的财运顺利 先有道教的财神吗 还是先有民间的 应该是先有道教的财神 应该是这样子 因为如果根据道教的历史的话 这个财神啊 这个赵公明啊 他是真有其人 真有其人啊 就是在东汉末年的时候 东汉末年大概距离今天 有两千年的这么久了 那么他传说是他给这个 道教的一位祖师爷 叫张天师的守护这个金丹 金丹 金丹 这个道师不需要练丹吗 练成了一颗金丹 那么就跟天师守护这颗金丹 那么金丹是很贵重的东西 那这个金丹有什么用处 为什么那么贵重 然后要这个赵公明呢 呈现啊 呈现啊 吃了就可以呈现 如果你吃了那个金丹 练成的话 吃了就能够呈现 那么张天师练成了这个金丹以后 那么赵公明就给张天师守护 守护这个丹炉跟这个金丹 原来啊 财神有那么多位的 除了郑财神赵公明以外 还有文武财神 五路财神等 当中我们比较熟悉的 就是五财神之一 关公啦 关公就是关羽 是一个家喻户晓 富如皆知的人物 传说善于布计方法 能够保护商业利益 所以奉为五财神之一 由于我想更了解财神 我就到庙里询问 Jenny有关接财神的事宜 Jenny告诉我 除了接财神 其实还可以拜财神哦 不熟的人呢 就是拜财神就好 就要去接财神 那你说拜财神跟接财神 有什么分别呢 对 拜财神就是我们买 骑那些东西 就不需要去搬当他的时间 就是照一家人这样子 拜他就好了 OK 我们来先说拜财神 拜财神的话 要准备些什么东西呢 很多人就是丰富的话 就有烧猪咯 烧鸭鱼啊 那些是很丰富的啦 有一些简单的啊 就是水果就可以了 就是看那个人的家庭的经济 通常他们都会拜大经啊 这些大王梨 大王梨 这些开运鸟啊 都是接财神的 必须要用的 必须要用到的 接的过程当中啊 有说一定要念什么东西吗 当然是要讲好话咯 一借财神 生意兴隆那些啊 赚大钱啊 一家平安一定是有咯 心想四成七大的 你想到要什么 就得什么 就可以去念 OK 讲好话啦 讲好话了过后 就是拜了把那个香 就是不用擦在前面的炉 直接擦里 就是拜财神 就是擦在前面的炉 擦在前面的炉 借财神 就要拿进去里面的 那个家中的神味 神味 就叫戒财神 戒财神的方法 可说因人而异 有些会摆上一桌丰富的食物 有些只准备些水果糕点 而道教的戒财神方法 就可简单啦 只需要摆上香足 祈祷上香就完成啦 燕博士跟我说啊 有些更讲究的 会在戒财神时 依照步伐 朝着设定的方向前进 他人相信啊 这样戒财神方法 万是万灵哦 在每年新年的时候啊 新年期间 他们所谓接的这个财神 是接哪里的财神 是五路财神吗 还是什么 要这样子讲的话 我们可以把财神 再分成两类 一类是宗教的财神 就是它有实际有 这个是一个神明 宗教的一个神明 然后另外 另一类财神 是礼器的财神 就是理论上的 礼器的这种财神 一般上我们在新年的时候 所接的这个财神呢 它是属于礼器财神 礼器财神 礼器财神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有这个理论 就是说我们 就从这个理论得到说 这个财神在哪一个方向 或者今年在哪一个方向 或者说今天在哪一个方向 然后就会朝那个方向去接这个财神 那么它其实是比较倾向于理论型的 礼器的一种 理论型的 所以也算是民间习俗里头 人家相信的东西 是民间习俗的 比如说因为你一定要有一套这个理论 来说明说今天的财神会在哪里 哪一个方向 对 所以比如说今年十二年 2013年的财神 它的位置会在东方 对 会在东方 那么一般上人们都会在正月初五 接财神 但是接财神的日子也有很多 有一些人是除夕接财神 有一些正月初二接财神 都有 所以要看实际的情况 然后看财神在哪一个方向 然后才朝那个方向去 去进行这个接财神的仪式 如果说到理论来说 那理论一定要一直每一年 人家接财神才会有一个真正的方向 那其实这个所谓的理论啊 所以来自谁 或者是来自什么宗教 它这个理论就是 中国古代的这阴阳五行这个概念 阴阳五行的概念 再配合我们所谓的天干地支 天干有十个天干 地支有十二个地支 是吧 比如说我们今年是 魁四年 魁就是天干 四就是地支 魁四就是一个干支 就通过这阴阳五行干支的配合 然后再找出这个每一天或者每一年的财神的位置在哪里 那他们有说如果是方向错的话呢 然后或者时辰错的话呢 如果接不到财神反而接到五鬼 是是是是 那这个也是理论吗 这个也是 这个就是理论上是这样子 因为在这个 所谓我们所谓神杀这方面 他不单止有好的神 他有一些不好的神 他不单止有吉神也有凶神 所以他不单止有财神也有恶神 所以可能如果不懂的话 乱乱接的话可能会接到一个 所谓的乌买人 接到一个不好的神 那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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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泰水是什么 夏泰水是什么 夏泰水 夏泰水是好像好像 我们补婴啊 我们好婴一年咯 连头补连尾环咯 夏泰水也是保育我们咯 好像出门了 好像去哪里啦 出出平安这样啦 一年到死了去管他是这样啦 去哪里压太税了咯 哪一间庙都可以啦 我每年家里压 今年是数什么什么的 我们就找咯 找到那个数项的 就去那边压太税咯 是怎样压咯 请他咯 像给他钱 他帮我们做咯 帮我们祈福咯 然后年尾的时候 帮我们送太税咯 过程啊 好像要买一坛那些 甘吉啊 还要拜 还要跪下来 然后又要念一念什么 那些经啊 嗯 啊 就请那个 太税啊 保佑这样咯 水 才应该要去收太税啦 啊 每个家庭年头一定有些的 有些那个英雀不好嘛 有些素猪啊 有些素牛啊 有年头有的 有些不好的 就是翻太税的 啊 对了咯 对了咯 就是我跟妈妈的传统啊 妈妈讲一定要去 啊 要去做太税的 每次到了新年的时候啊 很多朋友啊 都会怕 犯太税这件事情 我也是啊 可是今年2013年呢 我没有犯太税 因为我是叔叔的 那 犯太税到底是什么呢 太税到底就是什么呢 我们来问问一下 颜博士 颜博士 你好 你好 那要更了解一下 太税是什么 为什么每一年 那么多人怕犯到他 其实是这样子的 在古代太税它是一个 记录这个年份的一颗 一颗星星 哦 它是星星哦 它是天文学上面的一颗星 那么它这颗星呢 十二年它会走一个 一个完整的 一圈 一圈 对啊 十二年会有一圈 那么我们知道说 在中国啊 古代的这个 纪年的方法啊 都是十二年一轮的 比如说从子到亥 子丑银毛 用十二地支来纪年轮 就是从蜀开始到猪嘛 从蜀啦 到猪就十二年一轮 所以这个星星呢 就代表了 这个十二年一轮的这个情况 古代叫做碎星 这个太碎的碎 碎星 那么这个碎星呢 它在古代的这个地位 是十分尊贵的 为什么 十分尊贵的 它是神吗 以前 它其实不是神 它后来是演变成好像有神格 这样子的情况 当然原本它是天文学上的一颗星 那么这个星是很尊贵的 它的地位呢 相当于这个帝王 帝王 君主 帝王 皇帝 那么由于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地位太过尊贵 一般的人民啊 是恐怕不能够承担 它这个太过尊贵的这个地位 所以就要避开它 避开它 因为它太尊贵了 那你刚才说啊 就是这个太碎是一颗星 那现在可是我就看到有很多庙里啊 就是有安太碎的地方 对对对 它有一个神像 它其实不止一个神像 它是六十个神像 六十个神像 六十个神像 它就是后来 刚才我说的 后来从碎星演变到六十太碎 或者叫六十甲子神 六十甲子神 所以它是 可算是有六十种不同的分身吗 还是这样子 它是每一个 每一年 因为我们知道说 用天干跟地质配合 就会产生六十年一轮的所谓 价子 比如说我们今年是癸四年 癸四就是一个价子 那么从价子年一直到癸亥年 它其实有六十年一轮的这个情况 所以叫六十价子 所以它每一年都会有不同的 不同的样子 一个神仙 一个太岁 一个太岁 比如说今年的太岁 有几个不同的版本 不过一般来说 道教的话认为它这个今年的癸四的太岁 它的名字叫做十甲 十甲 十甲 所以今年的太岁爷叫十甲太岁爷 它姓名啦 它姓石 叫做甲 十甲太岁爷 我们叫十甲大将军 十甲大将军 所以 所以其实就是在这个所谓的太岁里面 这个所谓的六十个不同的太岁爷 所以它们是已经是固定的在每一年 就是一直在轮回 对 六十年一轮 所谓的六十甲子内就是天干和地支按顺序相配 也就是甲乙丙丁物济更新人鬼 与这个字丑淫卯存刺物未生有虚亥相组合 那从这个甲子起到鬼亥亭 那六十呢就均为一周咯 称为六十甲子 也称为六十花甲子啦 博士也说啊 其实呢 犯太岁呢 可以分成两种咯 那一呢 就是直年太岁 也就是呢 我们熟悉的正犯太岁啦 比如说今年是蛇年 那生效蛇的就是直年太岁啦 第二呢 是冲太岁 当然不是冲的太岁爷的意思啦 而是呢 和直年太岁相充 也就是说呢 生效蛇的朋友呢 与生效蛇的直年太岁相充 所以啊 称之为冲太岁 既然说啊 要吸这个太岁 我今天呢 就来到了巴胸五条路观音庭 找师傅了解一下 如何吸太岁吧 犯太岁的压法 跟冲太岁的压法 会不会有不一样 都是一样啦 就是说他几岁 我们有一个就是说 传统做法就是说 他的时辰八字啦 然后一个金子的硬币 代表就是说 他几岁就放几分钱在里面 压平安就是这样 是吗 就是几岁的话 就要放几分钱在里面 对对对对 那如果25岁应该要压多少 花25分呢 哦 这样子哦 可是师傅啊 你可不可以就是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就拿我来做笔如好了 如果我想要压太岁的话 那其实我第一样要做的事情是什么 明字和时辰八字 就是要登记 登记这个 哪年出生的啦 哪日的啦 哪几十几月 几年这样 要登记 必须要登记 然后登记完之后呢 师傅们法师会给你做 就是说到时候一个金子啦 一个硬币啦 一个这个 吉祥的东西 放在压的金子里面 然后我们法 法师之后呢 可以做仪式 法会仪式 做好换住 换到年五的时候呢 就好像今年 就是12月初八 是 回向法会 那是怎么样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 感谢护法农天保护平安 哦 也就是别人 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啦 就是压了太岁之后呢 到年尾要还太岁的意思 是压太岁 哦 那那个法会啊 其实就是 是会放多久啊 那个压太岁的那个 就是从这个 初二开始 我们就换啦 换到这个 十二月十五 哦 然后就可以 就化啦 就是法会仪式 压满功德 哦 那压太岁的那个人 本身啊 需不需要在化太岁的时候 也到场 他一般有两种做法 有的是字来黄 有的是我们帮他包拜 哦 就是说 抱拜的是他 他就不用来咯 他有空也跟他拜拜 这样 哦 这样子就可以了 整个压太岁的这个仪式 一般上需要花多长的时间 这个我们一族 一边一边登记一边做啦 就是说 做到这个正业 整个正业都有在做 哦 是哦 正业都有做 他有的时候工作还蛮啊 换紧掉啊 到了下 哦 今天一换太岁他才来 也可以 也可以 哦 啊 啊 邱志倩 原来啊 抢投注箱啊 不用那么辛苦 不用争先恐后的 是吗 每个人的年头啊 都一定会有投注箱 是哦 是啊 这样哦 我觉得你应该是有抢到投注箱了咯 不过老实说啊 我就觉得啊 我整个人好像变得特别安心了咧 为什么安心 因为呢 我吸了那个太岁咧 哦 你看啊 这些民俗文化啊 如果没有去研究的话 我们那也会知道咧 对啊 就一直 就是这样误会下去 以前啊 都是妈妈啊 婆婆啊 公公啊 一些长辈呢 都跟我们说这些事情了 现在啊 我们自己都知道了咯 对啊 那我问你们 民俗文化 你值多少咧 为你揭晓咯 那就对啦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